大家好,我是魔物獵人 來分享一個刷榴梨圓珠的方法 快速刷榴梨圓珠 新的珠全部都要用榴梨圓珠才能做出來 平均一粒珠起碼要用四至五粒 然後再加一些魔物材料 這一堆全部都是 達人藝的醬珠要八粒才能做出來 來分享一個心得 至於這個珠要打什麼怪才能做呢 之前我記得直播也有人問過 其實就是要刷新的幾隻 爬龍、葉王龍、封牆龍、鋼龍、鋼龍龍 還有鮑龍龍 都有機會出到 新的四隻,三股龍加鮑龍龍 然後就是獸領怪 獸領青紅獸、癡火龍、保護龍 全部都可以出到 個人覺得打這個 這個 鋼龍其實都不錯 不過我自己還沒練熟 但是打這一隻其實都不算難打 如果練熟了 應該平均四五分鐘一場都可以的 我就建議打這個首領癡火龍 這一隻也是比較好打的一隻 雖然他是首領怪 但是始終 人妻就是人妻 無論變成首領也好 他也是人妻的實力 打這一隻 用泰刀 用泰刀去打 相當不錯 平均可以五分多六分鐘一場 三至四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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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出到 我之前就試過拆這個爆鱗龍 拆爆鱗龍 平均都慢一點 六分多至七分鐘 始終他的炸彈比較麻煩 沒有人妻那麼好 沒有人妻那麼溫柔 但是我試過 不知為何 他出的機率 感覺上沒有首領怪那麼高 因為我試過 一顆都不能出 打贏他之後 但是打人妻 沒試過 一顆都不能出 至少有個兩顆 有時幸好 一場有出過五顆 有出過五顆 我自己的經驗是二至五 個人建議可以打這隻 用太刀去打 這裡 個人建議可以用這個轟龍太刀 非常之暴力的一套裝備 不知如何組裝 可以看看前面的影片 不過這套裝備的要求比較高 因為要有一顆超會心珠 一顆過銀珠 一顆銅極珠 還要兩顆銅極珠 即是三顆 前後要三顆銅極珠 加起來 如果要製造這套裝備 都已經要五十 十五二十 無記錯 每顆珠都要五顆流離原珠 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 要有二十五顆流離原珠 才可以製造這套裝備 加起來 即是組裝完這套裝備 如果你還未製造 你剛開始拆一顆流離原珠 都沒有的話 你可以製造之前那套 信龍太刀 用信龍太刀去拆 即是製造之前那套 舊的萬能太刀裝 那套輸出低一點 可能會打得慢一點 不要緊 或者你可以先製造這套 但是就 不用這個收刀術 你可以轉用這個 轉用這個 弱點特效 弱點特效 不用製造那兩顆銅極珠 不用用那個流離原珠 在這製造 收刀術 超會心珠也不用製造 收刀術 對 即是可以這樣 然後 降韻珠也不用製造 可以製造多顆達人珠 給他 對 可以這樣 即是可以製造一套 超會心只拿2 就低一點輸出 但是會心高10% 不要降韻炎磨 你只需要製造一顆銅極珠 即是一開始先拆著5顆流離原珠 你可以先製造這套 輸出低一點 之後 開始拆多了 再製造幾顆銅極珠 再製造超會心珠 就可以轉回我剛才那套 暴力一點 拆上去的效率 就可以再快一點 你可以這樣轉一轉 反正打法也是一樣的 反正打法也是一樣的 如果從零開始就用這套 輸出低一點 然後製造這套之後 就可以高效率一點 這裡我都打一場 即是我會講解一下怎樣打 其實打完之後很容易打 招式都比較容易 即是 容易看得穿 算了 隨從方面 記得帶一隻有刨烤的貓 因為這裡裝個會心 差一點 最好帶一隻有刨烤的 加30%會心的技能 即是戰鬥貓 對,琴法刨烤之極 最好帶一帶這個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有加工 如果有麻尾陷阱 就更加好 最完美的一隻 其實大什麼都沒有所謂 一開波的話 個人建議 飛一飛上去上面 收拾一下 那個 神器 我之前打爆倫龍 那時候的爆倫龍 會不斷換場地 有些不太習慣 這隻人妻 跟以前的怪一樣 起碼是固定場所 所以上來這邊 收拾一下這個神器 雷無甲蟲 神器 這個 打到這隻怪 進入觸電狀態 然後打他的頭 平均三四刀 都可以打均一隻怪 前面可以幫你快速上到這個紅印 有的 最好撿不撿 幫你輕鬆很多 前期 隔定狀態 換甲蟲出來 吃蝴蝶 反正這裡 有加工蝴蝶 上一上光印 很簡單 衝他 剃一刀 刨敲 看波斬 上一上白印 然後馬上丟那個雷無甲蟲 量好時機 用那一下 嘰嘰 差不多暈了 應該剃多兩刀左右 嘰嘰 下暈了 馬上黃印 為什麼前面要用嘰嘰 嘰嘰 就是因為可以儲定氣 這樣就可以連續 一套combo 上賣紅印 嘰嘰 這個時候他一定會發怒 一定會發怒 一定會發怒 用一個漢破斬 然後搏一個兜角 度好時機 刀頭 如果刀得準 吃光 很快就會再一次倒地 倒地 倒地 累積足夠 再上紅印 然後 再來多東西 這一下 劈得不太好 這一下劈不中頭 變成劈中腳 這一下劈中頭 他又可以很快倒地 接著他就第二次發怒 又是量好時機 用這個漢破斬 這一下失誤了 不好意思 發米 如果他開始用這一下發尾 他發樓狀態應該會用這一下衝下來 你只要在左邊就可以 因為他的尾一定是發右邊 你在左邊跑其實就很安全 可以順便 趁這個機會 又可以補多個30秒真男人 其實他很多招都是跟普通的貼火龍一樣 尤其是噴火球 直接用鋸合 噴火球還會有小動作 他會退後跳一跳 然後打到他躺下 然後可以量好時機 用多一下 鬥割 剛剛起床 可以累積倒地 剛才他是進入粗龍狀態 但首領怪不會粗龍 所以他又馬上醒醒 又是火球 火球算是比較容易打鋸合 剛才那個人失誤了 火球 剛才那個人失誤了 對 火球 這裡都可以直接用兜割 如果你有紅印的話 都夠時間給你用到 對 然後又很快 他又很差 人妻 人妻都真的 這些招都比較容易觸摸到 其實 又發生了 好順時機 或者直接用 鋸盒 然後搏兜割 都可以 算得準 就OK 不過最好走近一點 如果太遠 有可能會不中 然後這一下 發尾 如果他發褲 他會連發兩下 最後補多一下 直 打直 360度 可以 最後一刻 用兜割 都可以 或者如果你熟 可以直接用 鋸盒 衝 都可以 有機會會打到 墜機 有機會會打到 墜機 好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雖然最悲哥是有點失 不打不中 頭 4分鐘左右 如果你之前 有打開 普通人妻 這隻應該很快 上手 基本上就是 有幾招不同 幾招 但其實都很容易摸 火球最好用鋸盒 向後跳一跳 或者向後縮一縮 吐個大火球 最好用鋸盒 接著 發尾 如果你沒什麼信心 你可以直接滾走 他會發完左邊 再發右邊 你閃右閃了 或者直接退後再閃了 可以 接著 如果他發褲 就會發多一下 襯那一下 你可以磨刀 或者 用一個兜割 也好 其他招都沒有太大分別 還有 好像他老公 紅火龍 咬過來 再加一下發尾 不難避 打幾次熟手 也不錯 也有四顆 也有四顆 一場就四顆 四分鐘就賺四顆 算是不錯 今集是聊聊詩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